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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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瑋君 我們今天 再來看一個牌組 這牌組是在 呃 前幾天 呃就是9月底9月30號的 呃阿賽 在德國的多月子的阿賽 叫regional orphan bench 我不知道這樣唸對不對應該是要唸德文吧 我德文以前有修但是我有點忘記了 哈哈 好在這邊出現了一個八強的deck 相信有看直播的人 有看到我有在跟 我們有開個台在跟這個八強的實況 很可惜八強在 並沒有看到他的比賽 在最後面我們看到的是仙子 呃仙子控制的 一個打法 相信大家看了之後就知道 仙子控制要怎麼玩了吧 好但是我們先不論仙子控制 要怎麼打 今天要回來看的是這邊 這邊 這個 是我們在進入八強的其中一個deck 叫做 火金王大鋼蛇 的控制牌 那他的特點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火金王 200 但是他的攻擊其實沒什麼重要的地方 因為基本上這牌組裡面只有兩個能量 一個是反擊能量 一個是彩虹能量 也就是說他基本上也是不打人的類型 那 所有的控制套牌的 共通的特點幾乎都是能量很少的 因為他放很多控制牌 控制牌在裡面所以 就要干擾你 干擾到全世界這樣子 好 好 呃 吼金王 本身220血 在外加他 在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好 Body building 這個是 雅鈴 他再加40血 變成一個 260血的一個 一接進化 哈哈哈哈 聽起來就很可怕 我說真的 真的很可怕 外加他的一接有120血 非常優秀 通常一期是 沒有那麼輕易可以打死的齁 然後再來我們再回來看這裡 呃 大鋼蛇的部分也是 他的30 然後 呃 30還好 然後他也是可以搭那個 那個 單的 雅鈴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下 應該是配這裡面有的一個 平底鍋 然後來進行搭配齁 那他的 道具就是這些東西 然後 每回合做的事情 大概也就是 水控制造本來裡面 很常見的類型齁 就是 干擾 我們有 扣的 扣血的 我們有池塘 我們有 超能量 有超能量的槌子 特槌跟大隻小槌 然後還有 Countercatcher 抓人家出來發戰的 也有補血的Max Potion 甚至是 用來拿東西回來 我們必須要用到 Oranguru 好 要用到Oranguru來操作 好 那 另外還有一個 就前面的人 快死掉 如果我手上沒有東西可以回血的話 我還可以用 急凍鳥 來處理這件事情 急凍鳥 甚至他也可以拿來開GX 沒有錯 沒有錯 這牌組的另外一個 重要的特點 我覺得 應該是這一張 直凍鳥 GX 丟掉 雙方 戰場神經表配 所有的能量 那我就可以抓出對面一隻 呃 人都養好了 已經做好了 Pokemon 或者是有特能的 索羅之類的 像這樣東西之類的 然後用開GX把神經表 噴光光 甚至這種東西也可以拿來噴 噴掉 沙漢毒或其他這種 天然天然很爽的類型的 我們反而噴光 他的東西就少了一堆了 所以他基本上這是拿來開GX用的 他不會開別的東西 爹爹知道 這是我們缺什麼 就拿什麼 那其他這裡面呢 呃 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但是 注意到他比較有趣的點是 他實際上拿來攻擊用的人物 攻擊對方 玩家的人物 只有 普利姆拉 跟 跟那個 這個 骷髏團 兩個都是骷髏團的 也就是說 基本上他都是 對於對手的能量 打對手的能量 就是以讓對手沒有能量 可以做死神為主 那基本上 放大吳的目的就很簡單 就是我沒回合 如果事情都做完 然後我沒開人物的話 我就來開這個 就拿我要做的東西 拿我要的東西 做我要的事情就結束回合 反正你對 反正你也打不穿我 反正你也打不死我 齁 就這樣子 來做運作 那掉下去的人物怎麼辦呢 我們有 媽媽 我們利用露莎米奈 把它撿回來 或是場地拿回來 然後把它拿回來 就下回合就可以繼續搞 好 阿賽羅拉也是一樣道理 基本上 這部牌 大概是一個真的 非常獨小的 非常獨小的牌 好 好 那這部牌要運作 我覺得很 實際上這家運作 我覺得很難 那我會 試著打一場 看看 那能不能贏 我不曉得 因為我真的很不適合 我真的很不會玩 控制套牌 所以 能不能打到效果 我不曉得 好 那我們只能盡量試看看 能不能打到這個運作啦 好 那我們就 進入遊戲內容吧 好 我們 進來 畫面 進來遊戲畫面 要試看看 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抄得起來 基本上控制套牌 我真的不太會 喔我贏了 應該要選新宮 哈囉 哈囉 OK 好 我有牌 他沒有 上去 好 好 看來這是容奈的樣子 感覺是容奈 OK 好 抽兩張 放下去 不是容奈是那個 我們先抓一個出來 好了 其實他這個我都可以抓齁 嗯 抓這個出來 我再抓一次好了 出爛 Luke我們先不要用 原因是因為 我們如果用到 用到那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使用他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放Mars呢 就是放火星 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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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這部牌裡面 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從 打能量的 普利姆拉 或者是 那個 骷髏隊裡面 你可以挑一個拿掉 那你覺得槌子已經夠多的話 那你就可以選擇 拿掉普利姆拉 然後改成Mars 把對方的手才拔掉 如果你可以剛好 運氣很好的 拔掉了對手的 糖果的話 那日神很難做 雖然說他有異獸能 可以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 基本上還是很痛苦 好他當然他打的是420 420 420鋼型 420鋼型 那可能就這樣 綠獸環去填給 這個日神 這個 異化日神 OK 我想 這個可能也是會是一場 應戰之一 因為能量不好 能量真的沒有那麼好打 能量沒有那麼好打 OK 他下了 他下了這個 OK 其實還行還行 好 我看到我們的姐了 我們有胡怕 OK 有胡怕在手 我就 沒什麼不會 不會很擔心這件事情 OK OK 基本上如果有胡怕在前面的話 他是打不動我的 可以這麼說 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我們的牌 Goobee命的才有哪些東西 OK 好 我大概知道我想拿什麼 我想要拿 我想要拿 可以交換的東西 所以我等一下會拿一個雙子 因為我沒有人物 我沒有交換用的人物 但是我有雙子 所以我可以讓狐帕站前面 拿一個雙子 然後再拿 一個 再拿一個大鋼蛇好了 然後另外一個可以拿竹籃之類的 等一下就可以再使用 OK 那我就知道要怎麼做了 好 那我們就拿一個 首先拿一個大鋼蛇 拿一個竹籃 跟拿一個這個 應該這樣子沒有錯吧 因為我希望 我可以讓狐帕 在前面 好 他進化了 OK 他可能會想殺我大鋼蛇 那大大鋼蛇之類的 也許 maybe 如果他從上古芝麻的話 好 他禮莉愛 貼了 OK 直接投降 why 因為他做不出來嗎 OK 我覺得這樣一局看不太出來 我們再試一個看看 我們直接再試一個看看 封封 好 輸入沒有關係 讓我先 仙慈對仙慈 哇靠 這下子就去了 我還不打爆你?沒有啦 先不要放 我先 我贏我先 真的 還假的啦 不過我兩個能量如果都斷掉下去的話 也是很麻煩 好 這個我也下去好了 哎呀 噓 噓 噓 炸炸鋼蛇 進化 然後跟一個 跟一個這個好了 跟一個這個好了 噓噓噓 好 哈尼 不打了不打了 我連打都不想打 看起來對手應該是仙子破壞 不過 還有含有 對 有仙子 不過他有含有那個 歐蘭古爐他有智慧心是用來抽東西嗎 為了要抽東西要用的 不過我覺得還好 仙子破壞可以完全不放智慧心也無所謂 因為他 就是拚進化 進化完之後想拿手跟拿手 那我覺得 與其放 智慧心 如果你真的怕抽不到人物 抽不到Pokemon 然後讓對手一直抽 的話 那你不如下 下個 冥冥也好啊 是撤退也好啊 都可以這樣子 都 都比這個還要再 再 那你就慢慢口血吧 好 再開好了 呵呵 你就慢慢扣血吧 我也不跟你亂 但我覺得這樣子抽牌方式 就是這樣子做法 很有可能會導致我自己 死很快 很有可能啊 OK他要上來了 他要那個 嗯 好 他拿東西了 我是不至於會直接來打人啊 畢竟80加這種事情 呃 呃 是互相是屬於 互相屬於 屬於魔牌類的東西齁 呃 啊 我覺得是要嫌困擾一點 OK 我只是讓你看我東西很多而已 嗯 88 哈哈哈 OK 好 不要嚇 哈哈哈 哈哈哈 哇哦 那也是誰會 誰會贏呢 不知道 他應該是沒辦法 他也是沒辦法打我 就是比誰先抽完 我覺得這個 這個情況就會變成 比誰先抽完 哈哈哈 現在真的是在比一個誰先抽完 看一下喔 哈哈哈哈 我運氣也太好了 吧 我運氣也太好了 好吧 而且對手會很生氣 希望他不要太生氣 真的真的 希望他不要太生氣 嗯哼哼哼哼 欸好笑囉 欸好笑囉 唉唷 他還帶了一個 山賴朵 也就是他是可以打人 山賴朵 OK好喔 好笑喔 開GX 打人 問號 100E 打不穿啊 喔好 喔好喔 嗯哼嗯哼 嗯哼 嗯哼 丟掉 然後把這個能量拔掉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拔哪個都可以 吃吃 換你 真的沒有差 讓他繼續可以拿東西 只是等下 會突正他 拿拿牌的 數量的感覺 我希望啦 我希望他 這個對手會很白癡的 繼續拿牌 好啊 Switch了 OK 然後他貼了一費 然後他貼了兩費 打60 又減傷 60又減傷 消消消消打了30 然後他扣血 希望他 希望他還好 真的希望他還好 好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多放一張35 砰 打個60 對不起 痛痛 不會痛 看一下 沒東西 兩顆糖果 一顆爽 你也是很卡嗎 你也是很卡嗎 OK City Beyond 他把糖果丟掉 OK OK 好 其實四隻了 哇 哇 噢 噢 好痛 90 蹦 蹦 OK 好喔 我就看到他被扣到什麼時候 他沒有阿瑟羅拉嗎 噢 他有馬莎拉達 他應該要補後面 他補前面 OK 讓你補 真的沒有差 我繼續再用剛剛是好 最後再用這個 再用這個頂著 OK Luke抽一下 下去 好 好 我又不做死了 我覺得他那一隻仙子 要是不做的話 真的會被我扣到死 150了 可是好像 沒有阿瑟羅拉 他有阿瑟羅拉嗎 哇 還有能量啦 蹦 120 OK 有點痛 有阿瑟羅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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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覺得這不太行 OK 哇 180 好 我先下一隻 然後再下這個 我把他這個抓出來 然後 我就不做事了 喔 又一個switch 可以 啊 痛痛 行啊 行啊 沒關係 想一下 這個好了 哇靠 真的假的 厚死欸 下午在幹嘛 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再抓一次 換這個出來 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好 我還有 我的錘子其實還有很多 我還有錘 給他進化 他到底有沒有要曬 他開蝶蝶嗎 有可能 欸 switch就丟掉了 蛤 那為什麼把switch丟掉 他為什麼要壓自己排庫 他是想快點結束嗎 可是他剛剛把switch丟掉了 他不應該把switch丟掉吧 對 他把switch丟掉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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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行 我覺得不行 你把switch丟掉了 我覺得很不好 我竟然還要幫對手講話 可能他想拚個 拚個什麼 呃 抽什麼之類的吧 想拚個抽 吹風機之類的吧 我覺得他沒解 因為他沒有阿賽 他再過幾回合 這兩隻都會死 這幾回合這個也都會死 10回合 好 就算他10回合好了 這個跟這個 呃 他的先知跟他的傷害都會死掉 那你一張一張慢慢抽都會輸 他一張慢慢抽都會死 等他回合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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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給我了 直接吹他那一顆 直接吹他那一顆 他應該不至於到沒有古芝麻 他有古芝麻的話 還有辦法殺火金王 那還有可能有解 而且他 如果他看過這個deck的話 他會知道說這個deck裡面剩下 就是沒有 已經沒有平底鍋了 沒有平底鍋的話 只剩下火金王 這一個其實是不足的啦 其實是不足的 好 看看他要怎麼決定 看看他要怎麼決定 OK 他沒有辦法解 他只能慢慢抽 然後我也只能 他脫下了 他脫下了 OK 好 我們第二次的玩的方式 就知道說這個要怎麼玩的 的確是真的是蠻乳小的 那 呃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是蠻乳小的 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那個牌子 欸不要不要不要擋我 呃 基本上就是利用 猴金王的 後血量 加上大鋼蛇 再貼上那個 那個 平底鍋之後 也是非常非常硬的一個狀態 他就是一個非常硬的 硬到不行 然後再加上 呃 我覺得大五真的很重要 拿我 拿我下回回 要來幹 要來弄別人的東西 那腳踏車 可是 車的時候是 能用則用的 不用就不用 不會用到他 除非你真的很需要用到 不然應該是不太會用到 除非你想要多一張 多弄到你要送的東西 再說吧 那就再說 那 MaxPosition這種東西 我覺得掉下去就 很容易就爆了 所以要謹慎使用 沒有到 沒有到真的會一擊打死之前 都最好是不要 隨便再用下去 不然如果對手相看的傷害者 如果他 有辦法可以貼雙五 再手貼兩顆 其實我也是會死掉 那也是很危險 一件事情 好 那麼今天的排除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各位喜歡 千萬不要玩這種東西 不要在私底下玩這種東西 你會沒有朋友 我認真 沒有朋友 好不好 這個只是趣味 好 大家恭喜他進了八強 讓 控制排除了仙子之外 又多了一條新的道路 好 那麼我是薇君 希望下次再見 掰掰